这人 有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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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怪物 你得哄 他又出现了 别杀我 我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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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什么 又是谁要杀你 几位说这个倪天吼又来了 那你们之前 见过这个怪物 我们之前 之前的 住口 扇门主 你来得可真及时啊 师弟啊 你费尽心思套话 什么也掏不出吧 你呀 总干些徒劳无功的事 这件青绒 是百年前皇家的款式 现如今 已经不会再有人穿了 百年前 难道真是鬼灵来的 这款式是旧的 料子的 这件衣服里面 夹着一股心澈的味道 应当是瘦血的味道 看来 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啊 就是万圣道的人 我想不通的是 这万圣道找来这四个人 就是为了寻找这个极乱塔 那他为什么要搞出 这么大的动静呢 善故当说我费尽心思地去掏花 恐怕是认为 这个血液和凶手是我所为 看来莫有第三个人 他到底是谁 他又为何要做出此事呢 是李莲花 白日里他故意泼水 实则是用血盐冻死了子腾 现在又弄了血衣 此人阴魂不散极为难缠 要么就把他杀了 不行 免坏了大事 此刻杀不他 他在皇帝面前露了脸 现在要杀了他 等于打草惊生 他已经不是当年 号令江湖的李相仪了 从哪里 搞来这些价值连城的血盐呢 吴腾没找到 子腾却死了 那四个主货 根本就不敢说 当年的入口在哪儿 我们要怎么着急了他 明天有些手段 让他们说出口 我们不能再等了 怎么着 还是看不出哪块最佳吗 那个 我们还 还得再看看 尚需再仔细查验一下 王公公 啊 为了避免动土之时邪碎作乱 将这几个玄帆插在废公八角 这些人 这再好不过 我们走 我能把你们几个抓到京城了 早都摸清了你们的底细 你们要是从现在开始 多一天不说 每过一日 你们的亲眷我便杀一个 你饶了我们吧 真的有怪我 乱说会死人的 如果你说了的话 你就会死 啊 要是不说的话 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死啊 啊 卢方啊 你这老家 还有个八十岁的老母亲等着你呢 我 你想让他死吗 你想让他怎么死啊 斩首 合理逆死 他又被人飞逝啊 你说啊 别说 别说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说了我 你一天好专是偷盗其乐塔保护之人 你还想逃去哪儿 我是跟别人进的其乐塔 不是卢方 别杀我 别杀我 其乐塔在哪儿 这 李神医 这是怎么了 李神医 你不是病了吗 怎么又来了 哦 我拿给自己下了几副药 现在已经好了许多了 多谢国师为我告假 李神医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却这么爱给自己找麻烦 让你费心啊 不是什么 那种风筝